我愿称它为 地表最强洗滴机 但是你看这个机 我...我不用自己洗欸 那我去可能MCO期间待在家 加一大堆小地马地洗碗机 还有洗手这些水来做 卡卡啦 卡 洗滴卡卡 男朋友我心里 OK 所以今天要来开箱 这个东西很给真的 我愿称它为 地表最强洗滴机 反正它是业界商 第一款可以同时吸尘加洗滴的机器 sorry 这样子不够厉害 最厉害的是它可以自己走 登登!就是这一台 这样看这个形状 有没有觉得很特别 通常我们看哦 吸尘机都是瘦瘦这样子嘛 但是哦 它是肥嘟嘟这样子的哦 不要开玩笑啊 这个设计哦 是拿过2020 Red Dot 设计大奖的哈 它名字叫做 Tineco Flow 1 S3 外形方面呢 Flow 1 S3是有点那个风格耶 上面手把 按钮 Screen 渡栏 滚轮这样看下去 它是不需要stand都可以自己stand的啊 最显眼的哦 就是肚子这边的这个大排桶 里面分别就是集成盒 还有除水箱 上下两大部分 Screen 的这个部分呢很厉害吓的 除了用的是LED显示屏哦 可以显示电量 最紧的地方是这个外环部分 它是会从蓝变红 红变蓝来显示地面的干净程度 如果干净就是蓝 肮脏就是红 稳了哦 再来就是电池下方的三个标志 从左到右为滚轮卡住了 集成箱满了 还有水箱空了 最后就是手边上的两个按键 长按一秒是开机关机 按一次automax 键 就是可以选择auto 或者是max 吸力模式 OK 身为一个科技博主 跟大家科普一下 这个Flow 1 S3 它用了这个HEPA 绿网 它全名叫做 High Efficiency Particle Air 它是属于一种干型的空气过滤器 它可以去除空气中最难过滤的那种微小灰尘 直到97% 而且哦 它还可以有效防止啊 我们吸完地之后的那种 肮脏水啊 肮脏灰尘啊 渗透出来影响你的吸尘效果 这一台吸尘机应该讲选了 讲真的我的要求很简单不了了 我只是希望我的吸尘机啊 可以一吸就干净 一抹就干净 用起来不会手痛 然后声音又不会太吵 就这样子而已 OK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Flow 1 S3 到底合不合格 Flow 1 S3 OK 我们现在先从手感讲起 其实老实讲啊 看上去啊 我觉得它手把细细 然后这边又肥肥这样子 我只是觉得它有一点 头轻身重的感觉 但是实际用起来咯 但是实际用起来咯 我觉得它这个手把这部分是蛮稳固的 然后 我要推 我要推 喂 为什么这样重的 要开店了吗 各位 我要宣布 这个东西很好玩 很可爱耶 我这一开店了之后 它的摩托这边 然后好像上了轮子 这样子就高速运作 然后好像有人推着你向前的感觉 这种感觉 就是好像带着一条狗跑去溜狗的 这个感觉太好玩了嘛 但是我还有没有到那种不收空的那种感觉 反正就是很好玩 你们玩过你们就会懂了 它感觉有点像我在Facebook看到人家那种洗沙发 洗车的那种啊 好像吸尘机 但是又有水高处去冲洗的那个机器这样子 至于Flo1X3的话咧 它的原理上就是水会从水箱这边输出到滚轮 然后再透过吸力把垃圾吸进去 回到这个集成河这边 这个想法是很好的 那实际上做不做到是另外一回事 首先我们现在先来装水 这个水箱发出来 来 打开 看到我放肥皂水没有 小朋友当然你们不要学啊 因为现在很多那种扫地机器人啊 还有那种吸尘机啊 是不能够放肥皂水的啊 因为这样子哦 它那个引擎是会堵上来的 所以你们不要学 但是这个Flo1X3是可以的 它买了的时候就送了这一罐 我们现在倒一瓶盖 哇 准哦 哼 准没有 我就是中过奶茶你们就不要信哦 OK 然后那个水倒到Max这边啊 我要 我看不到 我也看不到哦 OK 然后 放了进去 那自己家里面的抹地水可不可以叻 我建议你们还是不要叻 因为哦 这个Dineco抹地水是经过测试的 你们家里面那个我不敢确定可不可以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测试 我要直接把难度提高 不要用什么水水的那种东西了 我们直接用 所以我要拍光了 怎麼? 立刻乾淨了 很乾淨耶 What? Oh my god 這樣乾淨的咩? 喂 乾乾淨淨的 我怎麼會嚇不了我 番茄醬不好嗎? 不要這樣大驚小怪咯 我們還有更extreme的 直接來啊 嗯 夠 OK 看 搖給眼睛 出動 看到嗎 紅色 它知道這邊很乾淨 OK 它會慢慢變藍色的 證明它清理了這個地方 很乾淨 它需要時間 但是你看到這個茎茵 看到嗎 馬上 馬上 就是 你還沒有乾淨之前 它都是紅色的 你只有到藍色 它才代表它是真的乾淨 OK 它藍色了 看到嗎 藍色 藍色的情況 真的很乾淨耶 你看這邊已經差不多要乾了 就是基本抹完 它就已經乾了 很均勻的 得了 可以吸一下我的手嗎 蛤 我不得OK 雞蛋 GO 真的喔 雞蛋 有時候我們打破在地上啊 用布罵都難喔 看到這個logo嗎 我們剛才突然stop了 是因為這個logo 亮起來了 代表我們的 骯髒水蛋已經滿了 為什麼有骯髒水蛋呢 乾淨水跟骯髒水的蛋是分開的 所以 這邊直接拿去倒就可以了 這邊可以繼續用 他罵了的東西喔 他不會回去乾淨的 代表他們是分開的 他們是分開的 OK 還是紅色 因為它黏黏 它知道骯髒 喔 乾淨了 哇 帥氣的 Pause OK 他只要我這樣子的動作 他就pause 然後我這樣子 他就繼續了 因為我按的 他就pause Pause 用完了 哇 剩下兩滴 這樣我都沒什麼 用來洗你的麵粉 都用了很多的啦 至於電池方面呢 我剛才用了半個小時都還有電 官方說法是可以用三十五分鐘 或者是清潔1200到1500公尺的一間家 OK 所以剛才咯 我們已經賣了番茄醬 啦 雞蛋啦 麵粉這種很可力的東西喔 我是不是應該拿去洗咧 Sorry 不用的 它是有自行清理功能 首先我先把它搬回它的家 parking間 OK 它是叫我咧 要開始去清潔這個部分啦 要怎樣清潔這個地方咧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 乾脆水的這個 拿出來 然後我們拿去倒掉 OK 倒好了 裝回去 然後我們拿乾淨的這個水箱 倒水下去 倒三分一左右 三分二都可以了 OK 倒回去 然後注意上面這邊有一個button 這個button只要按下去 它就會洗完整個機的 OK 給它按下去 Self cleaning Havensized 請我自己洗就要檢 Alexander 我不用自己洗耶 我看到那個番茄 我都不想洗喔 剛才 它幫我洗了 現在去干水了 沒有什麼水分了 就已经给它扭干了 好像那种洗衣机出来扭干的衣服 它给它扭干了 这些都是从这个抹布干那边炸出来的脏水 它除了自行清理之外 它无论是滚轮啊 水箱啊 集成箱啊 就连是HEPA 绿网 都可以每一个拆出来 然后再拿去洗 再晾干 再冻回去的 总结来讲呢 还是那句 我愿称它为地表最强洗滴机 因为无论它是可以一边吸尘 一边骂地 还是自行清理 甚至是它可以自己走的这些黑客机 我真的是要给个like 而且喔 它真的是骂到很干净一下的我 终是重了一点啊 但是现在有人拖鱼着你走的嘛 其实变相来讲呢 是清的 到时候我有个treat 然后告诉大家 这个Flo1S3的设计啦 主要是针对硬的表面 也就是说像地板啊 磁砖啊 瓦砖 都OK 千万不要用在软性质地的地面上 比如说Garbet啊 地毯啊 或者是马脚步这些 既然官方都讲了 这样我这里就不要test啦 不然结果 要嘛就是不干净 要嘛就是弄坏我的Garbet咯 价钱来了 原价4464 但是配合8月报 它们好像有个promotion 直接搬价 现在只要1999块就买到了 想要买的话 你们自己去拿到它买啦 请你们就到这边结束 喜欢吗 记得点赞 粉丝 订阅 打开小铃铛 我是粉丝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抱抱歉